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射海舰三导弹的作战评估 但愿你将更强大的舰载型天宫三型导弹 及海舰三装备于新型舰艇的计划一直未落实 延迟的征结不在于中山科学研究院 而是海军内部因素 据知情军方人士透露 海军规划新一代导弹护卫舰时 初衷是打造大吨位舰艇 配备中山科学研究院整合的新型作战体系 包括舰载长城相控阵雷达 神盾系统 华阳锤发系统 以及海工三型舰载防空导弹 和海舰二中程导弹 中山科学研究院已就华阳锤发系统 搭载上述导弹的方案 完成全面射击作战评估 万事俱备 且新一代导弹护卫舰的建造计划及预算 已获立法机构批准 然而 由于海军决策频繁变动 原预算被转用于建造两艘轻型护卫舰原型舰 军方人士指出 轻型护卫舰设计虽能容纳华阳锤发系统 和海舰二中程导弹 但安装海工三型舰载防空导弹 则受限于舱内空间 且需更换舰载相控阵雷达系统 此外 海军对新一代护卫舰的舰载相控阵雷达规划 出为被动式 中山科学研究院据此研发 后海军改为主动式要求 并认为雷达体积和重量过大 难以适配新舰 这给中科院的研发带来了挑战 尽管预算调整至轻型护卫舰 海军内部已重新评估 西一代导弹护卫舰的设计与作战需求 项目仍在推进中 但内容将有所调整 预计两艘轻型护卫舰原型舰 将与2026年10月底交付后 海军将公布新一代导弹 护卫舰的全新方案 台湾海军的垂直发射系统采购计划 名为海狼计划 目标为引进美国的MK-41垂直发射系统 与此同时 中山科学研究院独立研发的 舰载垂直发射系统项目 称为华阳计划 其设计理念与美制MK-41热发射系统相反 中山科学研究院于2014年 完成了该系统的研发 包括研制出耐高温高压的防火隔热材料 然而 在排烟道设计 处理导弹叠火失败的安全措施上 如特殊气体使用 或消防海水引入等方案 未能获得台湾海军认可 导致华阳计划设计暂停 随后 台湾海军着手开发新一代训练作战系统 并计划采用中山科学研究院的 海工三海界二防空导弹 为此 中山科学研究院通过商业途径 购入了美国的MK-41垂直发射系统 并寻求技术转让 在技术转让过程中 中山科学研究院 掌握了垂直发射系统的排烟与消防技术 进而对华阳计划进行了改进 至2020年 已完成海界二防空导弹的陆上测试 测试中 海界二系统分别采用了华阳垂直发射系统 及倾斜发射箱进行 2021年4月7日 问及海界二 海工三发射系统技术 是否源自美国洛马公司的购买与逆项工程 院长张忠诚间接回应 称此飞导弹部分核心 并承诺私下说明 同年5月10日 据联合报报道 中山科学研究院与海军确认 配套海界二的垂直发射系统 为自主研发 积累丰富经验 为获美方授权 至2022年 为配合法国主导的康定级军舰升级项目 法方同意提供技术 以调整中山科学研究院的垂直发射系统 旨在促进与界上法治作战系统的整合 并避免MK41知识产权问题 此时 华阳计划的垂直发射器 仅完成陆上测试 预计在法方技术修改后 于2023年进行海上测试 并安装于高雄号测试舰 同年10月 据自由时报消息 中山科学研究院 在开发华阳机垂直发射系统过程中 遭遇技术挑战 但在法国厂商与专家的协助下 最终克服了所有难题 2023年8月23日 海舰2与海舰三防空导弹 结合华阳垂直发射系统 以在高雄号测试舰上 圆满完成作战评估 并将逐步装备于 海军新一代巡防舰 新舰大型舰艇 及升级中的舰支 此举证明 华阳系统不仅适配海舰2 亦能兼容体积更大的海舰三导弹 因此 中山科学研究院 自主研发的华阳垂直发射系统 将成为台湾新舰 及升级舰艇的首选 减少对美国NK-41系统的依赖 同年的9月中旬 在台北航太展上 中山科学研究院 展示了海舰2防空导弹 这是一款采用主动雷达制导的 东城防空导弹 具备全天候 多目标 全方位垂直发射 及快速转向能力 配备折叠翼增程加力气 推力向量控制机构 及专用发射箱 且其垂直发射系统 支持一坑四弹配置 值得注意的是 华阳计划的垂直发射系统 已证实可兼容海空3 与海舰2 后者采用高效的 一坑四弹装填方式 回溯至2010年代 台湾海军新作战系统 训练专案中的 舰载区域防空导弹子项目 聚焦于海空三型导弹 该导弹源自 中山科学研究院的 天空三型陆基防空导弹 并具备可折叠尾翼设计 事实上 海空三的前身 即为天空系列 1996年 台湾军方认识到 反弹道导弹能力的短板 随即于同年4月 批准了为期5年 赤资39亿新台币的计划 由中山科学研究院 基于天空防空导弹技术 研制天空反导系统 并预留后续项目发展 与作战测试评估的预算 此阶段 中山科学研究院 负责关键技术 与此系统的研发 如导引头 向位阵列雷达等 并评估5G系统的可行性 2016年12月21日 媒体报道了 中山科学研究院 天空三型防空导弹 舰载板 在屏东九棚基地 成功完成首次垂直发射试验 结果令人无误 中山科学研究院计划 将此型导弹 整合至自研 垂直发射系统中 并已通过商业途径 引进两套 MK-41系统进行测试 正待美国官方出口许可 鉴于中山科学研究院 已为海舰2防空导弹 开发了配套系统 此次对比测试 旨在增强海军 对自研系统的信心 根据2020年记录 海工三的射程 达到约100公里 为适配MK-41系统 中山科学研究院 对海工三与海舰2 进行了相应设计调整 包括折叠弹翼 及系号接口等 在美制系统交付前 中山科学研究院 已利用自研系统 完成了海舰3与海舰2的 陆上全面测试 包括导控 与实弹飞行测试等 2017年1月初的媒体报道指出 中山科学研究院 海舰三防空导弹 在2016年12月14日 首次与垂直发射系统 整合测试时 因电子信号连接问题 导致测试取消 经排查故障后 中山科学研究院 于12月21日 重新安排试射 飞弹成功 从垂直发射器升空 并抵达预定空域 标志着两者初步连接成功 随后 中山科学研究院 在2017年 持续推进测试 年底完成 陆上实弹测试后 计划将系统安装于高雄号登陆舰上 进行海上实弹测试 2019年1月25日 军方与中山科学研究院 加速天工三型 与雄风三型导弹的量产 调整天工三型量产计划 总预算高达748亿 3466万6千元 同年9月23日的报道显示 海舰三型防空导弹 基于天工三型改进 以适应MK-41垂直发射器的规格 尾翼设计为可折叠 2017年初 中山科学研究院 完成了陆上全系统导控 与实弹测试 成功击中目标 2019年11月30日的报道透露 海军计划于2020年初 开展联合测试 涵盖向位阵列雷达 与MK-41垂直发射系统的连接 以及海舰三防空导弹的 海上测试 尽管海舰三导弹 已完成陆上测试 但海上测试 面临更多复杂因素 难度增加 一旦海舰三完成海上测试 海军将进行海舰二导弹 与MK-41发射器的海上飞行测试 并计划于2020年底 测试海舰领短程防空系统 2020年 台湾海军规划了多次 海舰三防空导弹的飞行测试 包括复杂实战模拟 以验证系统可靠性 3月7日的报道题集 高雄号于2月26日 在屏东九棚基地外海 首次成功进行了海舰三导弹 通过MK-41系统发射的飞行测试 验证了数据连接与导共性能 然而 联合报3月15日的报道指出 尽管海舰三在2月和3月 完成了两次陆上试射并命中目标 但海上试射尚未实施 联合报报道 近期将进行第三次陆基海舰三飞行测试 而原定于5月的首次海上试射因 MK-41垂直发射器 与海舰三飞弹整合 居美国人员协助验证受阻 训练作战系统进展之后 直接影响了海舰三防空飞弹的 作战测评进度 同时也拖延了海舰二防空飞弹 与MK-41系统的整合工作 中山科学研究院已于8月中旬 在屏东九棚基地 完成了海舰三舰载防空飞弹 通过陆上模拟MK-41垂直发射器的 全系统实弹射击测试 但测试中发现 高雄号登陆舰上向位阵列雷达 与MK-41发射器的信号整合存在问题 尽管系统成功锁定并发射飞弹 最终却偏离目标未重 分析显示 此次未命中的原因 与海舰二十弹测试失败相似 均为飞弹接近目标时 引信未启动所致 报道指出 海舰三防空飞弹 作为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项目中的佼佼者 得益于天空飞弹项目的技术传承 和充足预算支持 其导弹弹体空间充裕 便于模组与系统修正 减少了因空间限制导致的研发难题 根据2020年10月11日的上报 海舰三在8月和9月期间 于高雄号上成功进行了两次 海上全实弹射击测评 分别针对低空与中高空目标 8月底首次测试中 低空目标被成功击落 弹中高空射击时 飞弹偏离了目标 经分析确定为 引信在接近目标时未正确引爆 而非飞弹或系统本身问题 第二次测试 则圆满完成了 低空与中高空的拦截任务 直接命中目标 标志着海舰三与MK 41垂直发射系统的海上整合 射击测评 初步告捷 后续将展开更多海上作战测评 鉴于训练防空作战系统的初步成效 高雄舰上已对海舰三 进行进一步作战射击测评 然而 训练作战系统项目的整体之后 影响了整体进度 导致海舰三防空飞弹的量产计划 上代明确 并据2020年11月12日上报 屏东九棚基地 进行的海舰三与MK 41整合测试中 出现发射时推进器火焰烧焦发射口周边的异常现象 虽未影响MK41结构安全 仍引起中山科学研究院重视 经美国技术人员确认无碍后 该现象未再发生 中山科学研究院已对射射导弹进行详细检查 以查明原因 同时 2020年10月21日的上报指出 在美国对台高科技组件出口管制期间 中山科学研究院 难以获取关键高敏感组件 如陀螺仪 加速毒剂等 因而采用了性能较低的替代品 如从欧洲或俄罗斯采购的激光陀螺仪 自2018年 美国解除对台武器器证明后 中山科学研究院 可以引进更先进的美制组件 提升自制武器系统性能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对于这期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 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怀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如果您接触中 正能等待